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小镇怪客托马斯 影片开场是主人公卷毛哥的一段旁白 这卷毛哥打一声下来就跟他妈咪一样 拥有能火箭鬼的能力 他妈咪也正因为这种超能力 被人认为是精神错了 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卷毛哥怕跟他妈咪一个下场 因此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这个超能力不敢跟别人说 不过他经常会利用这个火箭鬼的能力 帮助警察破一些非常棘手的命案 镇上唯一知道卷毛哥有超能力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警察大老刘 另一个是他的女朋友大眼妹 一天早上金发妹突然出现在了卷毛哥的家门口 原来这个金发妹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被鸡贼哥给杀了 为了能让杀害自己的凶手复发 金发妹的鬼魂来找卷毛哥帮忙 在金发妹的指引下 卷毛哥很快就在路上拦住了鸡贼哥 鸡贼哥一看大师不好仨子就好 紧接着这一场追逐戏 鸡贼哥跑的是一阵阵的干颤 卷毛哥追的是顺膜的流汗 由于鸡贼哥做贼心虚 最终被卷毛哥给总蒙蔽了 为了感谢卷毛哥的帮忙 金发妹的鬼魂塑上香文一枚椅子鼓励 大老刘说你以后做事能不能别那么冲动啊 每次都在我给你擦屁 我们单位的经费也非常紧张 你再这么弄我们可替你赔不起 到了晚上 卷毛哥正在路上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一群穿着保龄球馆制服的员工向的求救 随后就发生了枪击事件 而且这些人全都领了好盘 卷毛哥醒来之后 意识到小镇很有可能要遭遇前所未有的劲难 这卷毛哥是一家餐厅的厨师 他女朋友大眼妹和他是青梅竹马良小无哉 而警长大老刘则是这家餐厅的常客 总而言之 这个小镇非常的小 大家平时都是低头不见弹头见 卷毛哥正忙活的时候 一种邪恶的怪物突然出现 这种怪物一般人看不见 如果他们发现有谁能看见他们 那么立马就会让谁领好盘 而且自要是这种怪物一出现 就预示着要发生流血时间 怪物越多灾难越严重 单身母亲酱油妹说 昨晚上我做了个噩梦 梦见我跟另一个家伙被人给杀了 卷毛哥说 我还梦见自己中过五百万呢 可到现在我不是还是穷了难 酱油妹说 我知道你有阴影 甭管你是灵媒先知还是预言家 我就想知道 你能不能遇见我叫喊票 卷毛哥说放心吧大姐 你俯首万康吃门门香 经过观察卷毛哥发现 这些怪物一直纠缠着 才搬来不久的炮灰鼠 为了摸清到底什么情况 卷毛哥悄悄地溜进了炮灰鼠的家 这哥们刚一进屋 就发生了诡异的现象 加上这十尾嵌 五位中释放出了大量的怪物 等怪物走了之后 这卷毛哥开始翻墙倒柜下悬磨 他发现这炮灰鼠 原来是一个邪教成员 整天的打架结社无恶不作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卷毛哥发现炮灰鼠 正准备在第二天 制造一起大规模的流血时间 傍晚时分 卷毛哥和大姐妹 刚准备在教堂浪漫一下 炮灰鼠突然出现 两人一看炮灰鼠 来势汹汹 急忙屈簧一招仨子聊 这卷毛哥还有另外一个超能力 就是他自身的通灵磁场 能够自动带着他 到一些将要出事的地方 当他走进保灵球馆 看到这些员工 新焕发的制服之后 意识到炮灰鼠 可能要来这领导事 于是他急忙 给警长大老刘打了一电话 大老刘一听也非常的重视 急忙派人守在了 保灵球馆的附近 卷毛哥和大眼妹 刚走出保灵球馆 便遇到了大老刘派来的警察小张 这个小张手腕上 有一个特殊的纹身 大眼妹说 你这纹身是几个意思 小张说 我在青少年时期非常的叛逆 说白了就是一不良少年 这个纹身的含义很下流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为了搞清楚 发生流血事件的具体地点 卷毛哥和大眼妹 找到了会做梦的酱油妹 酱油妹经过对梦境的回忆 说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但由于太模糊了 卷毛哥还是搞不清具体的地方 两人在回家的途中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惨叫 他们跑过一看 发现警察小黄毛的女朋友 炮灰妹正在被两条大鼓追杀 住在附近的毛弹叔 虽然及时出手打死了那两条狗 但遗憾的是 炮灰妹还是领了行案了 警长大老刘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肯定是有人把炮灰妹 绑架到了这里 炮灰妹在试图逃走的时候 被狗狗咬死了 卷毛哥说 这两条狗我认识了 是炮灰叔家的狗 由于卷毛哥经常在梦中 看到大老刘被击毙 因此他送给了大老刘一件特殊的礼物 卷毛哥回到家 意外的发现炮灰叔死在了他的鱼缸里 这明显是有人要往他身上泼葬水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卷毛哥拉着炮灰叔的尸体 来到了一废弃的监狱 把炮灰叔的尸体 藏在了监狱的毒气室里 警长大老刘正跟老婆吃蛋糕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这哥们刚一开门 就被人喷喷两枪掉翻在地 幸亏之前卷毛哥送给他的那件礼物 挡住了子弹 不然这哥们就领了盒饭 为了找到有用的线索 卷毛哥再次来到了炮灰叔的家 当他正在炮灰叔的电脑上下雪木的时候 炮灰叔的鬼魂突然出现 原来这炮灰叔由于身份暴露 因此才被同伙给干掉 从炮灰叔鬼魂的表情上来看 是憋了一肚子的气 卷毛哥说你也甭费气 咱俩根本就不在一个领域 你不可能拿我怎么立 炮灰叔一听马上就开始发工了 这下可把卷毛哥折腾了不清 幸亏这哥们跑得快 不然就歇了菜了 为了查出杀害炮灰叔的凶手 卷毛哥返回了飞起的监狱 在炮灰叔的前胸上 发现了一个和警察小张相同的纹身 原来这个POD的纹身呢 是黑暗王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警察小张也是邪教的成员 不仅是炮灰叔的同伙 还是杀害炮灰叔的凶手 随后卷毛哥按照通灵磁场的指引 来到了购物中心的警卫室 刚好看到一蒙面的哥们正在作案 正所谓鸣枪一躲案件难防 卷毛哥上去就把对方给敲运了 他揭开头套一看吓了一套 原来警察小黄毛也是邪教的成员 炮灰妹之所以领和犯 正是因为小黄毛等人的秘密 必在给发钱 而且警长大佬刘仲强也是小黄毛干 卷毛哥来到商场 果然看到梦境中那些被杀的人 全都到齐了 卷毛哥说你来这干什么呀 你梦境中的出事现场就在这 赶快带着孩子离开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卷毛哥看到不计其数的怪物 出现在了购物中心 紧接着商场里是一片打乱 顾客们纷纷向门口捞窜 可此时的大门已经被人锁上了 与此同时 一蒙面的歹徒突然向无辜的群众开了枪 卷毛哥奋不顾身的冲到歹徒的面前 一枪就把这哥们儿的毙了 幸亏在甜品店上班的大人没躲得快 不然也嗝的屁 卷毛哥揭开歹徒的面具 发现是露脸不多的毛弹叔 原来这个团伙一共有四个人 毛弹叔 炮灰叔 小黄毛和小张 此时小张还没有出现 那就意味着事还没有结束 在炮灰妹鬼魂的待定下 卷毛哥找到了停放在商场下边的一辆卡车 卷毛哥和工作人员打开车厢 发现里面装满了电视炸弹 紧接着是卷毛哥和小张的一场肉搬 时间不大 小张和那辆卡车全都挂了 商誉出院的卷毛哥成了拯救小镇的大英雄 街道上裸骨喧天边貌齐鸣 卷毛哥受到了所有人的家道欢迎 之后的一段日子 卷毛哥和大眼妹过上了温馨浪漫的二人世界 可好景不长 突然有那么一天 警长大老刘等人不景色来了 大老刘说老弟醒醒吧 差不多得了 原来大眼妹在之前那次事故中 已经壮了鞋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做人必须走正道 千万不要入学校 平时没事多学习 提高素质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